各位观众朋友们发生大新闻了 就在刚刚意大利宣布全面停止中国的签证业务 那发生了什么事呢 就是在近日中国的一个上百人的旅行团 到了意大利之后发生了严重的脱团事件 什么是脱团事件呢 就是这个旅行团的观光客下落不明 全部偷偷的非法选择了滞留在意大利 不回中国了 据新闻报道至少有400人下落不明 那甚至在机场附近的发现了被撕毁的中国护照 这样的话如果被抓到的话 只要他们不说是中国人的话 当地的警方也是拿他们没办法 是没有办法遣返他们回中国的 那根据中国的小红书上面 也有一些申请签证的人回复说 意大利签证全面停止 然后很多人表示不理解 纷纷在留言区问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有网友就留言说 出大事了正在调查案子 所以给停了 还有一些看到了新闻的一些知情网友回复说 因为有400个人逃走了 那目前这件事情已经严重到上升到两国的外交事件 意大利的相关部门也紧急的停止了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的中国人申请签证的业务 中国也紧急的联系到了意大利的相关部门 那在过去看来 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实行签证 完全的禁止这种现象的 只发生在两国发生断交 那或者像是一些严重的外交事件上面才会发生 所以中国也是紧急的召见了相关的部门 希望尽快能够解决此事 大事件 最近在我们旅游和签证行业发生了一个大事 意大利旅游团签全部占定办理 因为近期去意大利的欧洲旅游团的有400个人滞留 意思就是办理了团签跟广过去旅游 结果不回来了 导致意大利这边不曾签证 一直办理 所有的意大利旅游团全部 然后接下来其他欧洲各国的团签 是不是会取消会收紧呢 不知道 反正就是前人砍除 后人遭殃吧 对此也有一些中国网友留言表示 为什么总是有这种新闻 真他妈丢人 好好的去合法移民不行吗 你不要问为什么总是有这种新闻 你应该要问问的是 为什么祖国总是找不到工作 如果真的能顺顺利利的去合法移民的话 我相信没有人愿意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偷渡离开中国 问题主要不是出在那些中国人身上 而主要是出在中国身上 中国出了什么问题 中国的民生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为什么这些中国人选择要离开中国 我觉得没有人真正的想要离乡背景 其实都是被生活被逼无奈 好好想一想吧 还有网友留言说 就不能在国内好好待着吗 这就是屁话 如果他们能觉得在中国能好好待着的话 为什么要不顾一切去选择偷渡跟非法滞留 还有网友表示 太丢人了 这他妈都是什么人干的事啊 你这不用疑问 这他妈都是中国人干的事 还有网友说 虽然我不知道国外福利是不是真的那么好 但是我们中国从一穷二白走向了能吃饱的日子 我们已经很满足了 我没去过国外 但觉得中国生活更幸福 平平淡淡才是生活 也能感受到作为龙的传人满满的骄傲和自豪 你都说了 虽然你不知道国外福利是不是真的好 那你怎么觉得中国更幸福呢 你是怎么对比出来的呢 你作为龙的传人怎么都不会写中文呢 你把这个作为写成了作为 还有把龙的传人也写错了 为什么呢 因为正确的写法是龙的传人 还有网友表示 太丢人了 但是都偷渡出去了 心已经不在中国了 那就不能代表中国人 而且重点是 不仅心不在华 肉体也出轨了 这种言论呢 我就不做过多的评论了 因为过去的节目 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类似的言论 遇到好事 即便你是外国人 他都能把你说成是中国人 那遇到坏事 即便你就是中国人 他也能把你说成 你不配做中国人 这典型的双标逻辑 但我在这里 也想要引述一下 中国官方的那一句话 不论在天涯海角 你要始终记得 你是一个中国人 作为中国人 你要感到骄傲 你永远都是中国人